在老師的指導下 運用編織綑基綁等技靶 阿公阿嬤們將手中的稻草 做出了好看的花朵 每個人樂在其中 一直可以動動腦活畫手腳 很有成就感 也想起了小時候 枸杞很美好的回憶 年輕時都在旁邊經濟 後來要做一些頭腦比較悶 還有比較健康 花朵感覺有一個藝術 有芥末 做起來又很漂亮 很好看 老鼠在家就這樣 芥末很好 我如果很有芥末 很幸福 老鼠在家這樣很快花 草鞋敦鄉土文教協會 會保存草屯地區傳統文化 結合社區資源 開辦稻草公益課程 除了深耕稻草文化產業的推廣 並培養種子教師 作為協助發展稻草文化的生力軍 這麼平凡的稻草 這裡面就有碾 有綁 還有一些這個過程的邏輯 對他的身心 對他的手部 以及最重要是他成就感的 這樣子的一種提升 是我們最主要的課程 來從這裡面 來就藉由這個課程 能不能找到幾位 能夠以後擔任這個 種子教師 在自己的社區 或者甚至走出去 到學校 或者到周邊的社區 來做相關的推動 早期農村就地取材 先人利用稻草的特性 加以發揮巧思 製成了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日用品 許多年輕一輩 對於稻草編織都很陌生 透過課程的學習 很快就能上手 還能夠指導長輩們 怎麼完成作品 因為對我來說 這個我還沒有做過 現在老人家講起以前的事情 就覺得這個是好像 有點失傳嗎 要這樣子講嗎 就以前的那個 一門記憶 可是現在都沒有再用 也很可惜 像一些稻草就變花 變什麼的 很多的作品 很漂亮 而且我們避風 是主要生產稻米 然後這個稻草 對我們來說也是那個 另外的一種利用 隨著塑膠等替代品興起 稻草編織的技術 逐漸沒落 在草協墩香屯文教協會 用心研發下 稻草不再是 稻子收割後的廢棄生物 也可以製造藝術的產質 更可以成為社區的特色 民意新聞 宏以倫草屯 採屯採訪報導